口感特别好 就是说人家要娶妇 要担当 叫你来做那个伺质的 你最准了 这些优点 如果你发现一个命盘 只要它的实审是实用审 而且是只有一两颗 你一双 你如果我都背起来 人家就一定会说 你说的这些特质我都有 好 但是这个人 因为他有三颗 所以你就不能看优点 因为太多了你就要看缺点 对啊 你这个人很肚子 有时候也随随便便 如果一个专属里面 你都喜欢自我推销 听人家会听不懂 因为实审代表他的聪明 才干内心的思维 你就来自我推销 比较容易感情用事 所以说实审也代表感情用事 太多了 没有心机 不服 比较不服输 对不对 你就是好奇心 做人也很贪别 有啥就说啥 所以有时候会去刺心 跟人家刺到 喜欢幻想 他话比较多 身体容易疲劳 他说你怎么知道 其实因为他就是有三颗 甚至有四颗 你就直接看缺点 所以以后的命令 都是这样看 慈神里面 只要他是属于用神 你就看优点 只要他过多了 而且是祭神 你就是去背 这个缺点给他听 八分之 九十都中到 你如果说到 我们金牌就很好配了 就很好配了 这个一个 待遇的命令就是这样 这一张就是说 十神过多 如果他过多 而且是 如果是祭神的话 祭神就是等一片了 这三个十神 就是代表三个坏人 那我们就要找警察 把他抓起来 好 那警察就是来合住他的 合就是把他拔下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十神它是哪一个字 天改和地支 你都要抓起来 这个都给我跟你说 你直接来查这个就好 因为这个命令很详细 十神代表火 但是他就是代表天干的丁 那我们就看讲义第一页 什么跟丁来合 因为它就是三顶嘛 它太多了 我们把它合一个掉 就变成是 要看它的优点 因为三个就代表缺点 如果两颗十神的话 是代表优点 好 那我们就找一个丁 把它合掉 什么跟丁 认 认嘛 不是这样就算 这样就没问题了 你要合化成它的洗神 才能配 来 丁认合化是什么 洗神 木 木 那有死的你也听不懂 木 木啦 丁认合化 木 木是它的洗神还是祭神 祭神 祭神 洗神 这个人是身强 这个人是身强 所以身强代表的彼节 跟郑天英是祭神 我这里有写 就是说 木跟水是它的祭神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是 你应该要哪 那你要找一个任 警察来合他 结果他们两个 私底下去协调 说 看 就我来给你捏 不然我们不把它放回来 又把它放好就回来 因为就变祭神 你知道吗 因为的角度来 又有了 本来天干只有五分 他们合化的是八分 版本不一样 什么版本不一样 我这份祭神 是水木 这样我们目前看 因为这个 亥之丑是不是水 亥之丑是不是 在那个方位里面 山会里面 现在亥之丑是不是水 那水 月令最强 来生它的 水来生它的 日圆 就是生墙 而且已经超过二十五分了 我应该归类为生墙 生墙 这样讲一拍 可能说不到 所以这个叫生墙 我知道了 这个讲义 是以前的版本没有改的手 好 这样就是说 恶丁正合化为 祭神 母 他们这样就 两个人 本来要叫他来抓 以及两个人 说好料 是不是来给他冲销 你知道吗 所以变成说这样 旨意就要合化考虑 好 那没关系 因为它十臣有三颗 我们不一定要合丁 我们来合看看 地支里面有没有十臣 有还是没有 五里面是不是带有 丁在这里 对不对 十臣又带天才 所以你如果他合自己 还是合自己对吧 都不可以 因为这有两个五 那合掉 因为天才 天才图 十六分也多了一点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合看看 没有关系 好那什么跟五来合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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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有没有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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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什么 木 木 那木是他的继神 对不对 但是他合化的力量更强 合化是什么 佛 佛 对不对 啊合化火 啊 火 火是 他本来十神就有三颗了 你合化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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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化还是火嘛 对不对 所以这次这个人的命 活得很快 就算你不要胶不胶 因为你越胶就越害 把银 银 什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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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冬天水就很凶 不然我们现在没说到这个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在说第一项条件 就是说 正神过多的啦 你现在说的是可能是 另外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问话不行 你现在在跳这个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要跟你说 第三页里面的第一项 条件嘛 就是说 正神过多 所以这样的原理来讲 你要想想 正神过多 但是他的正神 我们经过天干来合 跟地支来合 多成合成祭神 我们就考虑 不要动他的 十神了 因为 又抹下去 又抹下去 不一定较好 所以你宁愿 再找他其他的缺点 好 再找其他的缺点 好 那我们就看第二页 我们现在一项一项条件 这样乱掉啦 那些老师已经 已经讲 很多八字 当然他很小的 那我们为了 照顾其他人 要一个 一样一样来 好 那看第二格命盘 第二格命盘 我们就要看第二页 感官就是正神过多 来 这一格的正神是 过多是哪一个 第二格命盘 来 什么最多 金 金 正官嘛 对吧 这里是不是正官过多 对 感官喔 原理都一样 只要你这个命盘一看起来 正神超过三颗 你再看一下分数 如果超过二十分以上 几乎都是祭神 那你就正官 正官一就开始来 开始来找那个主心里面 正官是代表什么 心 好 我们就开始 什么跟心合 心 哪 丙心 丙心 丙心合法什么 水 水 好 丙心 合法水 那合法就是 准备 水 水 水 涂